比賽中,在排名單後很多位,前面我們看到的是來自北京的安湘怡。 安湘怡現在你看到這個服裝,她應該跳的是一個Tango的節目。 大家也看她跟賽季初的中國風的節目有一個很大的區別。 她在這個賽季開始之前改變了這次節目的編排。 Saint June 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安湘怡還是演繹著她之前的良好的狀態和穩定性。 她在節目當中把所有的動作都完成得非常地到位,非常地乾淨。 而且這次跟外交合作編排的節目,雖然Tango是一個很成熟的節目音樂,但是其實安湘怡的表演也有她這個剪面段所具有的特色。 大家可以在這個現場看到,其實安湘怡跟這個撿娃娃的小朋友其實差距也比我們那麼大在這個網上。 其實她的名字還非常地小,但是就是少年左右。 她出生在2006年。 來看一次。 好喜歡啦。 我有寶寶,就是她的教練 她的教練 他打算出來,還不錯。 我們來一回看一下她的動作回放。 我們在這裡的打算, 下台場完成了。 三連三的臉跳。 后外点明天周 接后外点明天周 非常的漂亮 跳街的艳势转 还知道 安湘怡呢 她除了是一名 外华边运动员之外 其实这是她 后面完成的这个 他除了练习幻滑冰之外呢 她其实还在练习 这个艺术体操 所以她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 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 她在完成的这个 公身转 公身转的这个 贝尔曼姿势的这个阶段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件事情 在画面中回放的这个动作 她在完成这个公身转 然后接这个贝尔曼姿势的 非常的轻松 而且动作非常的漂亮 干净 姿势也很优美 非常的有独创性 我们来期待一下她的分数 我们来期待一下她的分数 现在她达到了66.92分 也是超过了梁艺 梁艺艺呢 应该是在她的完成的第一个跳跃 购入三周 接后来点兵三周的时候 有正式募资的情况 现在我们稍事休息 接下来我们会借大家 借下为大家转播双人滑的比赛 短节目 双人滑 女单短节目的比赛结束之后呢 现在排名前三的是 来自北京的安湘怡 来自香港的梁艺 和来自北京的陈红衣 注意排在第四位 我们待会儿见